新冠肺炎疫苗研發 隱然變成另類國際軍事競賽 俄羅斯政府搶集宣布勝利 註冊全球首款新冠肺炎疫苗 西方分表質疑 菲律賓等國則有意採用 全球疫情是弱 不少人希望疫苗盡早面世 各國科學家大多埋手研究不作他想 政客巨股卻未必如此 他們眼中誰能早日製成疫苗 不僅關乎國家民族榮耀 還涉及龐大商業和政治利益 俄羅斯疫苗士龍士蛇 現階段下判斷言之上早 為關鍵臨床測試未開始變注冊 準備量產,做法確有問題 各國研發疫苗必須以安全可靠為先 不少專家認為,一年半載未必有真正高效疫苗 與其將所有希望壓在疫苗之上 不如設法提升病毒檢測,追蹤和控疫能力 6月底,全球確診病例突破1000萬宗 過半月後,累計病例已翻倍超過2000萬 蘋果頭條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日前審理區議員 受許欣懾在北角襲警案時 狠批兩名作供警員砌詞狡辯 證供不准不實兼大謊陷大謊 裁定仇及另一被告無罪釋放 判決觸動撐警人士神經,網上流傳有人草以好投訴信 發動各同路人向當局投訴何官 並附上無權處理法官投訴的證務司司長 及警方國安署等電郵地址 有前任裁判官表示,判案時評論證人證供質素 屬查找案情一部分,角色與普通市民組成的陪審團相似 難以挑戰,而判決結果是否合心意 亦非可投訴的行為,難透過投訴攻勢企圖推翻判決 網上信件指何俊堯在仇案立場偏頗 對警方懷有強烈敵意 無根據地認定警員態度輕滅 判決指想為仇開脫罪責 則疑其專業操守 信中並指何在另外幾宗牽涉社運案件的判決不公正 基於自身政治判斷及仇警偏見 非基於事實和法理 東方政論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來不易 是幾代人艱苦經營的成果 確保廉潔公平的投資環境至關重要 現而人們看見的事 壹傳媒股價至創辦人來自英州一被捕開始 足足整個星期出現大喜大樂的異常波動 一度由先股變新蚊股 由市值約兩億元狂標至於五十億元 令人詐欠 有政界人士形容情況為股金中外所罕見 甚至有世紀大造史之嫌 可以豪不誇張地說 監管及執法部門一日不徹查 市場一日難以適宜 國際金融中心之名蒙烏 隨時動搖香港之根本 壹傳媒股價昨日繼續波動 即使一度低見0.33元 教本周高位1.96元 急錯8乘3 之後炒至0.54元 收市報0.4元 成交2.1億元 星島社論 反修例運動家新冠肺炎疫情夾擊 大學畢業生求職欠兵何期 根據大學教育支助委員會披露的最新統計數字 八所政府支助大學100斜線19學年畢業生失業人數為432人 失業率達2.8% 創十年新高 其中城市大學畢業生失業率5.2% 較去年高於一倍 屬八大最高 浸會大學及嶺南大學畢教去年情況差 失業率更屬16年來最高 有職涯顧問估計明年情況更差 今年因此放卻步未求職的畢業生 或會與明年畢業生一同搶佔市場空缺 教資會資助大學每年軍會統計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出路情況 早前公布最新有關100斜線19學年數字 合共18300多人回應統計調查 經濟社評 恆子公司貴檢後作宣布將 將阿里巴巴 09988 小米 01810 和約名生物 02269 納入恆子落實年初諮詢 正式擁抱新經濟 恆子公司同時宣布在未來6個月作全面檢討 以保持指數的市場代表性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政府應作全面準備力保金融中心地位 一如外界預期 阿里成功染藍 最意外的是美團 03690 大熱島造 反而小米和約名生物卻可進身成藍醜新貴 而約名生物更成為首隻加入恆子的生物科技公司 三隻新經濟股齊齊齊新藍醜行列 是因應之前引入同股不同權企業和第二上市公司改革後的檢討 落實相關措施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護系列 我們在一起 有 能不能